第一步,先打个门个,然后接上那个总电源,总电源是,第一个是零线,然后这边是总的总页,一二三,接上总电源,然后这边对应的每个,然后接上电源之后,然后下面这个线,这个是一二一二九,一五一二九, 然后另外一个是零线,这个线,这个线是到电子法的两个线,电子法它另外一边有个插柱,一个速插,这个插柱,插柱是那个,是插在那个油压系统上面,油箱上面,那个电子法面插柱,插一下,然后另外这边, 这边是接那个,一个另外一个三根线,就是那个电机线,马达线,然后接上那个马达三根线,就是这个单独一个垫子,最后一个,那个接触器,控制那个电机的,然后把三根线接上,另外一端,另外的线头,另外一个线头,就在那个,就是夜压马达上面,夜压电机上面,三根线,电机上面, 那个电机上面有那个标贴,就是那个旋转方向的标贴,按那个键楼的方向旋转,如果线都不对吧,就调一根线头,然后,现在就是那个,就上,那个把总电打开,还有那个油管, 这两个管子,一,二,这两个,这两个管子,到时就上油管,就这两个油管,然后连在那个,油箱上面,把油箱上面,有两个机头,然后就在那个油箱上面,把它连接好, 然后,正常情况下,先把那个电源,打开电源,就是电源接好之后,打开电源,电源打开, 然后这个时间,这个是那个,调那个,走电的话,又这样,就承转时间嘛,到时候时间,可以调个十秒左右,或者六秒,先调少调一点,调个六秒左右吧, 先调,先用起来,然后,调完之后,然后先,打开那个液压启动,先开液压启动, 然后,那个,这个打在,打在手动上面,这个,这边是手动,这边是自动,打在手动上面,然后,这边一个手手动,右手动,先按一下手手动, 看,走手动是,那个行程,就是方向应该是往左边走的,就是那个狼头,看我现在打那个右手动,这边是右手动,看右手动的时候,那个发应该是往右边跑,如果方向不对的话,就调一下那个,调一下这个, 12125,跟那个,红色跟蓝色的,就是125129,就调个线头,调个方向, 可能你们那个,如果是带PLC的话,带PLC的,那可能是方向跟我们现在是反的,可能是左边是往右边走, 就是正常常规的话,是,左边是往左边走,右边是往右边,然后方向搞对了,方向对了之后,然后,正常做的时候,先加温, 加热,就左,这个是左一,这是表面加123,就是右边12,左边一,左一,就是左边,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模具,人对的那个机器吧,对的可,然后, 这边是,这边是走一,然后这边是右一,走一,右一,右二,对,走一,走二,就一,二吧,走边,然后,这边,是右边,右一,右二,就是对应,就对应的那个,对应的那个温度表,对应的温空表, 然后我们现在正常调温的话,可以先把温度调到140,好多140也行,150也没事,现在先调一个温度,调温的时候是按,按这个键,设定键,然后,这个是余位,就是每个位置可以余位的吧,就是为那个,是个时, 然后我们调,调这是加,这是减,调温度,然后上面温度是实际温度,下面是设定温度, 我们一般正常设定140左右,140左右,先,先设定140,然后这边走边,因为我现在可能温度受不了,我现在一边边的加温,这边的温度,打起来之后,然后我把那个温度调到140,这是表面加温,这个是,这是走中心加温,右中心加温, 走边,这是走边的那个,对应的那个电压表,因为我们现在是,这两个模具是共用一个表,然后同时加温的,一般的我们正常调,我们一般的调的调这个那个电压的时候,正常情况下是这个温度,是假如我们设定140,达到130左右的时候,把它调到,调到100左右,达到100左右,达到100,就是留个10度左右,调到130, 因为它中间加热比较快,温度比表面温度快,这个中间的温度是根据那个做出来的产品,中间的温度,就实际看的,假如表面发黑了,把温度调低一点,如果温度发白,你把它调高一点, 然后一般的正常中间那个空间,中间的中间的管,中间的那个孔,一般的那个,如果是不虚构的,是小的,那个大概是6毫米,也就是10毫米左右的,一般的是调到50就够了,因为它那个,它那个加热比较快,调到50,如果是那个,那个是铁管,之前20左右的,一般是调到100左右,就是那个温度,大概大概只是做个参考吧, 这个是看这个表,这个是压力表,压力表它现在是带保护的,保护里面是,它一个是0,然后一个绿针,一个红针,我们红针是上线位,调的时候把这个压下去,压到位,就是我们一般调到,这个可以调到大概5左右,5个兆帕左右,调到5左右,然后它打到那个,如果压力太高的话,打到5之后,它就报警,那个报警灯会闪, 假如我现在举个例子,我现在打说,呃,压压开了,然后我看把那个报警灯,我调到那个0,它那个报警灯会闪,如果那个报警灯闪的情况下,报警灯闪的时候,我们直接把集体安一下,然后重新启动一下,就重新运行一下就可以,如果现在就是正常先加温,现在正常做的时候,先加温,就温度去加起来,就是达到那个,就是 就是我们设定的温度之后,开始可以正常可以开耶压马达,就是把马达开一下,就是开耶压马达,马达马达开完之后,然后打在自动上面,自动上面,然后按自动启动,自动启动,我们正常是按几秒,让机器动起来,动起来之后,然后你手放了,放了这个汤,现在开始下亮了,下亮间就开始旋转。 它是往两边方向吧,左边右边,它两边方向,然后正常做的时候,先第一次做的时候,先把那个,前面那个包固,就前面这个是个螺丝,包固螺丝,第一次把螺丝先松掉,先松开,把螺丝松掉,因为防止压力高吧,现在先松掉,先做, 然后那个,正常使用的话,就看压力,我们正常用的是看压力表,就是要看压力表,然后那个,它是温,假如我左边推,推到底的时候,压力表,它会,上面那个黑针会,压力会动, 我们正常情况下,看客户要求吧,看那个密度要求,假如我们正常,正常按标准吧,再亮在四个,四个,四个公斤左右,就是四个兆帕左右, 假如压力高了,高了之后,就把那个,把这个平面螺丝稍微松一点,如果假如压力低了,就把螺丝稍微紧一点, 是不是,我们现在是两个壳,两个壳做的时候,可能假如会那个,因为压力表,假如显示四公斤压力,不知道是哪一边压力大小,就造成我们可以处的产品, 上面用那种铅笔,或者找个记号笔,画个线,就两边同时画个线,画线它出来的时候,就看一下两边的长短,如果哪边长了,一边短了,就把那个长的那边,螺丝稍微紧一点点,短的稍微松一点,尽量保持两边处的一样长,就是保持压力一样, 它现在主要是看压力,就是主要是控制压力,压力是控制稳定了,就主要,还有那个,假如说做的时候,产品会裂口,会开裂的情况下,把那个,这个时间,这个时间继续器,稍微时间调长一点点, 它左边右边可以两边,可以时间调长一点,如果那个表面没有裂痕,产品质量好的情况下,可以把时间稍微调短一点,让那个功效会快一点,功效高一点, 正常情况下,要注意一点,直接压力控制好,然后那个时间控制好了,应该没太问题